除了NONO之外 演藝圈的大哥級人物 也被扯進來了 最後一名女網友控訴 大學剛畢業的時候 在影視的製作公司 負責腳本的撰寫 那麼有一次 他們就到綠島出外景了 卻被一排一線大排的主持人 趁泡湯的時候摸大腿 女網友就點名 這個大排的主持人姓徐 還說對方是以戒筆 為由跑到他的房間 好 背影社的乃哥徐乃玲 昨天晚上就表示了 這輩子只去過一次 綠島這麼一次 是在30多年前的節目 因為要錄潛水的內容 他行前還特別到了 中影學潛水 錄影過程很順利 否認性騷擾的指控